大家好,我是陈峰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想投机养牛 或者想做养牛行业的生意 昨天晚上就有一个老板 他从来没有养过牛 但是他很有钱 他想投机养牛 觉得养牛行业未来有利可图 他找我聊了很久,昨天晚上 问我如果想要投机建牛厂 或者搞养牛公司 需要考虑几个问题 或者有什么意见 昨天晚上聊了挺久的 今天就分享一下 我跟他说了几个意见 现在来说一下吧 第一个意见 是基金的准备 养牛是一个高投入的行业 一头牛动辄几千上万是很正常的 再加上一些基础设施 然后牛厂的建设 养20头牛最少要费30万的粉钱 所以投入是比较大的 要基金充沛才可以 第二是养殖技术 如果很有钱的话 搞养殖厂的话 自己的经验可以 请一些有经验有技术的人管理 第三个是场地 现在不少地方已经被列为进养区 这种情况下想要建牛厂 养牛肯定是异常困难的 即便位于非进养区 竹地建厂 环平等也不容易完成 所以在建牛厂之前 一定要充分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第四个是炒料细料的问题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建牛厂之前要充分的考虑 最好是周围的细料体员 如果是从外地掉进 这个细料体 炒料这种的话 细养成本就会非常的高 作为养牛厂 然后养牛公司是需要定人脉提起的 需要哪些人脉呢 比如说兽医 或者当地的兽医站的人员 这个是关系到开证 检疫证的 关系到你们的进出 也很重要 还有同行 同行养职务 或者一些炒料的供应商 还有牛饭组 还有牛饭组 饭牛的 居宅的 可以需要有一定的 也性认识 关系到牛的销售 买卖 不听话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可以向投机大搞养牛的老板们 提了几个意见 或者说是主要的问题吧 就不多说那么多了 欢迎大家交流养牛 先这样啦